你好 我是小花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關於我們的衣櫃的部分 我們的天涯明月到M 上在我們的陸服到底有多少套時裝嗎? 好的 大家現在看到我們這村的這套時裝 是來自我們身在天衣麗當中的一套那個珍藏的部分 如果你一定要說是點藏的話 其實也不太算 除了我們的台服目前只有到第一季的部分還沒有到後面的時裝 像我身上這套時裝呢 因為它的時長是從5月2號開始 我是5月28號開始玩的 所以其實這一套時裝在剛才免費抽的時候我又抽到了衣服 所以按理來說 我們的這個本期的部分是很容易抽到的 因為這個本期的部分的一整套我都有 但點藏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有在抽的話 我還是會建議現在正在玩我們天涯明月到M的你呢 第一期時裝如果抽的差不多了 就是沒有出點藏之類的 你就可以放棄了 因為畢竟買時裝跟站立真的沒有關係 它只是有一個相應的魅力值 有個成就 然後還有加一些成就的排行榜啊 魅力值可以買到一些裝飾啊 它的功力影響非常非常的小 如果用百分比來說的話是0.0000001 所以呢 就是通常你會發現有很多玩家他們身上可能穿的是儲值這個 那個5萬的時裝或是儲值10萬的25萬的特效之類的 然後你就發現它功力不高 嗯 因為它都滑在這個上面了 好了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我們到底有多少套時裝啊 因為這個我們才剛開服到現在 從我們的6月30號的現在才20天 所以呢 有很多時裝都還沒有上線啊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的時裝到底有哪一些呢 這樣你可以對你的未來有規劃 在晚天啊 命運到M的時候就想好未來我要搭配什麼樣的時裝 因為畢竟現在台服有很多時裝沒有顯示出來啊 所以我們來分享一些台服現在沒有了時裝 這樣呢 你就會想好我未來要怎麼用怎麼花啊 因為畢竟時裝跟特效還包括視頻啊 午視之類的 它有一些是固定的 有一些它是會有新的更新的 所以呢 你想好你要什麼 在這個上面只要花這樣的錢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的經濟條件允許的話 想要收集更多的時裝 那你可以考慮看看 好了 大家看到這個素問是我們簽到14天會送到 我們的少女啊 跟我們的成女呢 它呈現出來的樣子是不一樣的 那這一套就是我們這一期天衣的這個點藏的時裝啊 它這個應該叫普通點藏 然後右邊那個叫點藏啊 這兩套都是我們的天衣當中現在抽到的啊 如果你在陸服有完現在的第一期的話 沒有抽到一整套的話要加油了 因為快要結束囉 好 這套時裝大家比較能看得到是我們的天命的心運當中的時裝啊 這套時裝怎麼獲得呢 其實它的這個心運的獲得方式呢 其實就是變動值 每週一間週一嘛 每週一的時候呢 會有這個聽運答題有三次 三次就是你要讓所有的它的那個 比如說它要加粒 比如說它加綠 比如說狂還有人 你要讓它們都有變動 不管是加還是扣 它的變動值達到一千 就是你的心運上下變動達到一千的時候 就要領到這個時裝了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開服的時候 首主會送我這套時裝啊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廚師十八級的時裝 然後我記得這個是標示的時裝吧 因為我當時沒有很focus這個 我很喜歡雅士 對 然後你看我雅士它是藍色的 但是白色跟藍色相間 可是我把它染成紅色了 所以我們呢 我們待會來講一下染色的部分呢 還有這個一鍵鍾情的時裝 這個是我們的心火相傳裡面才會有的 想要達成我們的心火相傳任務 大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尤其是有拜師的情況下一個月 如果沒有拜師的話 大約要四十天就能拿到這個 所以你要跟你這個最常組隊的人 一起組隊打活動哦 這樣呢 才能開會拿到這個 好啦 這是我們的 補師十八級的專屬的時裝哦 然後這是我們做這個截標 然後送的時裝 這大家都看得見了 我們這一期的這個點藏時裝 應該是第三期 我沒記錯的話 是這一套時裝 其實蠻多人喜歡這套時裝 但是並不是很好抽 它很特殊 特殊的是它旁邊這個黑漆 我們通常有加特效才有旁邊這個的嘛 但這個點藏是附帶旁邊這個黑漆的 好啦 這套時裝是我們天賞新出的 在我們的後期天安面到M應該也會出哦 這是我們天賞新出的 加倍天賞積分兌換 這套呢 也是我們天賞積分兌換的 大家會發現其實有很多這個時裝 目前都看不到哦 因為還沒有更新的關係 好啦 這個我也沒有見過 所以想來 應該是我們第一期或是第二期的吧 我並沒有認真看 因為我對於點藏時裝的第一期跟第二期都還好 然後我們這一期的點藏時裝的一套就是這一套了 我蠻喜歡這一套的 可是那個台服出我會不會抽 我真的沒有想過耶 好啦 現在看到這套時裝呢 是我們的這個 這是遊戲外的活動 不知道我們的天安面到M的台服的部分呢 會不會在遊戲外的部分出這樣的哦 這套時裝呢 是一萬塊新台幣必得 它還附帶一個特效 如果有出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看看哦 它有附帶一個特效 我們來調過來看一下 它附帶就是這個特效 就是轉一個一個轉盤 然後轉40圈必得 必得這個特效 然後還有加上那個時裝 它這都是必得的哦 就是告訴你花多少錢 我還蠻喜歡遊戲 它就直接明白告訴我花多少錢 就直接買哦 就像我們在鄉城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什麼時裝 我想要穿什麼 這樣不是好嗎 好 這套時裝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時裝哦 就是我們的第一季的天賞 大家能看到的時裝 然後這套也是天賞集分的時裝 然後這套也是 我很喜歡這套時裝的頭髮 可是這套時裝的頭髮有個缺點 就是這一季剛出的那個天賞集分 新的時裝哦 它的頭髮是跟那個帽子是不能分離的 所以我就放棄了 對 我就是 嗯 好 出了我也不會想它 哦 就是 覺得蘿莉穿的衣服 小人穿大衣耶 這也是天賞集分哦 接下來的部分時裝目前我還沒有震到過 他們說是運輸活動獲得的 可能是後面我們開服也會有相應的活動吧 好 這套也是天賞集分哦 因為我是幾個校女的 那個校女的部分 所以她有點矮 她可能頭髮的髮飾 會跟我們的成女會有些區別 這是商城直接購買 目前也還沒有這套時裝 是新出的 好 這套時裝是我們第三季戰令送的哦 就是折子系 還有配一個唱戲的特效 好 這也是天涯戰令的哦 這個我就沒有見過了 想來 這應該是第二季天涯戰令的吧 哦 他們是有合作哦 但是會不會拿出來給我們的台服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第一季是這個 新王奇年嘛 好啦 這也是天涯戰令的 哦 這有可能是第二季的哦 其實因為之前沒有玩 我玩的時候直接第三季哦 看起來還不錯的樣子 它戰令的時間真的 真的非常長啊 這個是在我們的 這套時裝呢 是在我們的上個月底的時候出的 然後那個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出什麼 因為夏天了吧 好了 這套時裝呢 也會在我們的商城直接可以購買 我還這套蠻喜歡的 因為我現在在玩只有六福的有一個那個 第一天 因為他很喜歡穿這一套 好 這是夏天初 很夏日吧 這套非常的便宜 一千兩百九十點 我沒有記錯的話 到時候應該很多人會買 好 這也是運營活動的出道 欸 這套時裝是商城購買的 這套時裝不管是成女還是少女 穿起來都很漂亮 那這套也是商城購買 只是我不喜歡短髮欸 我會拆開來穿啊 這套也是商城購買 這個是天衣會選 這一期我沒有見過 應該可能是第二期的唷 這套也是天衣會選哦 好 這是直接購買的天衣良緣 在我們後期的這個 跟我們的趙婉兒 她要出嫁嗎 欸 這樣劇透嗎 趙婉兒她要出嫁的時候會有穿到這個衣服 但你也可以商城直接購買 這也是商城直接購買 這很古色古香的感覺 只是她不是我喜歡的那個 好了 看到新網景理超 就是我們現在第一期的這個天衣獲選的特殊的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哦 我們天衣獲選快要結束了第一期 如果你還沒有這個搜到她的話 如果已經有搜集到她的部分 然後有沒有其他特別想要的時裝 記得把天衣券存起來 好了 這套是可以直接購買的 我很喜歡頭髮很長的 然後黑色頭髮的部分 因為就是 嗯 黑頭髮感覺看起來比較年輕啦 白頭髮其實也不是不年輕啦 就個人喜好 這套當時我有想購買哦 它也不是非常的貴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商城的價錢 來 這裡是商城直接購買 所以呢 其實我們在第一季的天衣手帶也不要太死磕說一定要就是拿到什麼 因為後來時裝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你看這些時裝都很漂亮 都會出來 好了 這一套就是我們趙婉兒出嫁的時候穿的就是這一套時裝哦 好 這是高級天衣令可以兌換的時裝 高級天衣令就是我們的那個 在天衣當中你會抽到的那個高級天衣令嘛 高級天衣令上面還有換特效 就是高級天衣令當中有一個特效是 這是抽耶 高級天衣令是這個吧 我現在有點混亂 哦 是這個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特效 所以我在存高級天衣令哦 這個特效高級天衣令是要20個 所以要好好的存 其他的部分都很容易獲得 其實蝴蝶很多人都說一抽就抽到了 然後這個是商城直接買五千多點了 好了 我們現在要看到的這個下面的時裝呢 是來到我們這一套 這個直接購買很草原風的這個時裝哦 因為那時候剛剛出了那個煙雲台的電視器 然後他們就出了這個時裝 還有這套時裝是運營獲得 我沒有遇到這個活動 所以不知道哪裡獲得 我還蠻喜歡這套衣服的 如果是小蘿莉穿的話真的很可愛 好 這是新王書櫻 然後這套也是我們的天衣蝴旋當中的這個對婚的孤紅塔學哦 然後這也是商城直接購買的時裝 好 這個是魅力之聲點購買的時裝哦 這有點那種小龍女的感覺 好 這也是天衣蝴旋裡面的時裝 這套我們現在就有哦 它有附帶這個我們相應的動作啊 好 這個我們的恩師指哦 好 這就是我們 你有沒有 現在我們的九幅的部分呢 已經有很多的這個四萬的玩家了 我們四萬就可以開始收圖了 但是呢 你要有多少的圖地出師才能換這個呢 這個叫一萬六的恩師指 所以你要不停的出師 收圖 出師 收圖 然後記得哦 要你收的圖地 在十四天內功力要上成三千 然後就可以出師了 好 接下來要是商城購買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七月十七號新出的活動 然後全服免費送的 就是 還蠻佛系的 就是我們的時裝其實很多哦 大家如果完全不扣金玩這個遊戲的話 其實還是能拿到很多時裝 就像我這個賬號 它只扣了三十塊而已 好了 星王復蘇 星王相見歡 這個是商城直接購買的 好 我們現在在抽的這個時裝就是 星王入軍懷 我很喜歡這個髮型 衣服我就覺得還好 好啦 這個是聖袖冰雲 山城也是直接購買的 欸 我記得我們現在還有這一套 只是我沒有特別喜歡 我就不會特別去買 我還蠻喜歡有一些時裝就是可以直接購買的 出來抽去 我們用的狗屎運啦 所以我已經花情禮了 好了 這一套也是現在可以看到的 聖袖親我 這個是蘇葉來的這個好感度解鎖 欸 這個我還沒認真看呢 蘇葉來在我們後面的任務當中就會出來了 好 這個是天衣會選 這是我們現在也可以看的到這套時裝 然後蝶衣也是現在的時裝 觀音天是我們已經下線的活動抽的 好 這個洛神父現在也有 賽上行現在也有 齊年也有 然後這套時裝是儲值五萬塊台幣 然後附帶著時裝喔 冰心五狗 這個是魅力直升點 就是魅力直升點 就是魅力直有一級二級三級有附帶很多的東西 好 聖袖天王 這是活動中送的 好 這也是魅力直升點的這個我們的時裝 這個釣魚大賽 欸 好像漁夫 好 這也是商城直接購買的 然後聖袖瑤齒 欸 這個還蠻可愛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那個測試玩家專屬 我有這一套喔 我們全服的這個天涯命運到來參加這個精英測試的玩家都有這套時裝 欸 我發現在我們服務就有三個人有欸 其他都是新玩家嗎 好 這是天盲天賦的這個時裝 好 因為我們現在身份有新的天盲喔 在我們都有台服還沒有 好 這是這個旋眼十八級的時裝 標示十八級的時裝 以上就是我們所有的時裝啦 那所有的時裝都是可以拆開的 我相信你知道啊 那關於主武器跟副武器的部分呢 大家有看到 這是擁有什麼的裝備 然後它就會有相應的這個副武器啊 那主武器也一樣喔 那所以呢 在我們的這個相應的武士當中 就是換你自己喜歡的樣子就好了 不用特別挑喔 那來到這個飾品的部分呢 在我們的後期會有這樣的飾品 欸 我觀想時裝 這樣看起來有點搓喔 飾品的部分就是我跟大家說過 這是我免費抽到這個特效喔 就是跟我們買的一個小兔子是一樣的 然後後期會出這個很可愛的小熊貓 會動來動去喔 我就不特別一個一個給大家看了 就是我覺得比較特殊的喔 然後這個時候三層也會直接購買 因為他們是那個聖誕節出的 像不聖誕節但是 應該也差不多快了 還有其他這些面具啊耳飾啊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 但是因為我沒有儲值 看不到什麼特別的 這是耳環的部分喔 有沒有 它其實如果你那個要戴耳環的話 你這個髮型一定要露出來 就是會露耳朵的 如果你不露耳朵的話 你再怎麼戴 你看看不見 好了貝飾的部分 你現在看到這些貝飾的部分呢 都是來自這個免費獲得的 還有包括我們的好感度啊 包括我們的天命的這個 不是天命啦喔對 天命相關的這個隱藏劇情的結果 它都會有送這個 這是我們的和海花的部分啊 你看還有這個葉枝秋啊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背後這個貝飾呢 是來自金色的經歷喔 我沒有想到台服才觸發金色經歷 然後我露服突然間就觸發 你也把我嚇到了 這個我們附帶這個獎勵是挺好的 希望你也跟我一樣好運 然後腰式的部分呢 因為我當時看完這些所有腰式 我都不喜歡 這是我天衣會選抽的 我都沒有特別喜歡 沒有沒有 我就很喜歡那個紫飛魚 因為它冒泡泡的感覺 我的紫飛魚耶 好這紫飛魚跟紫色經歷的獎勵是有點像喔 因為這個陸服的部分 我是沒有花錢的部分 所以呢 是沒有辦法得到這個特效的 因為畢竟我是試玩嘛 因為在不花錢的情況下 來秀完才能給大家去就是 講一些比較真的很真實的情況 對一些小顆無顆奈米克的玩家 或是手處三卡檔來說 大家會比較了解喔 欸我沒有找到紫飛魚耶 好啦你們這台服就直接看吧 很明顯的 然後就這個這個 它會冒泡泡有看到嗎 好了下面來給大家看看就是 我到底有 我當時有想法是時裝做什麼 時裝可以染色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現在 台服還沒有出喔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我要拿到這個 這個 我想要有這個 然後再把這個 天衣會選這個 這個20個對換到 再加上紫飛魚 然後呢再加上這套時裝 對我們現在來跟大家講的 這套時裝比較特別 就是 現在就會有 你就不買都可以 但是因為我陸服是因為沒有的 所以我只能去找它的例子喔 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時裝當中是可以染色的 你知道嗎 當然喔像台服是還沒有出喔 對你看我們可以試染 像這樣的普通染色劑呢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染 然後你不用擔心你不可以染喔 大家可以通過去調整它的顏色 就是 我不知道台服會不會有人像陸服一樣 很多人去去染什麼綠帽子啊 什麼之類的 很恐怖啊 有吧 它的每個位置都可以換喔 這是普通的染色 可以根據你的需求 還有個叫隨心染色喔 每次染一整套要13個隨心染喔 這個是250點一個 但是還沒有賣 在天衣獲選當中呢是 每10個天衣令 高級的每10個普通的天衣令 可以換一個染色劑喔 好它會首先給你預設的 就是它們系統幫你染好的 看你喜歡的樣子 然後有兩個色度 是亮一點還是暗一點 就這樣調完你可能還覺得 嗯不夠 可以精細調整 可以選擇是這樣還是這樣 然後比如說你喜歡超白 你就 這是我喜歡超白 就是要亮就亮到死這樣子 然後就會變成超白 然後它所有地方 就是這還可以再詳細的調 可以調到極致 有沒有看到極致它的變化性是很大的 它每一個角度每一個位置都能調 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大阿彪就是從現在開始 你就可以開始規劃 你到底是要穿什麼樣的時裝 然後後面想要用什麼樣的顏色喔 所以呢可以這樣開始想啦 好啦今天就是這樣啦 希望我對你的分享有幫助 如果你覺得我的分享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按讚一下吧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麼下去再見啦